你咱们俩这关系 我不敢瞒你 应该道歉的人是我 我那天犯魂 以为你就是为了钱 其实我心里不是那样想的 就是话赶话 可以说到哪儿了 我当然知道你不是那么想的 你知道这一千二对我来说 意味着什么吗 意味着 我能更好地赡养父母 这五六年 我常见不在家 我爸刚做完手术 身体也不好 情动也不方便 都是我未婚妻在照顾 这么多年 一直都没命没分的 被我顾虑得太多 我也不能一直耽误人家呀 所以这就是我要面对的现实 你呢 未来什么打算 你呢 你呢 未来什么打算 你呢 你看 自从进了这个队伍 我也没有精力去想别的 不过最近 不知道怎么了 总是会想起以前 那时候 我 好像和现在也没有任何的关系了 说真的 不知道未来的我 和现在会不会有联系了 但是 我希望有 不然跟个风筝一样 飞得高 不知道前头在哪儿 会有的 人又不是机器 谁还没得要困惑迷茫的时候了 你呀 听歌一句劝 工作要好好做 那也该成家了 我 我在想 要不会未来的家里 只有我一个人吧 回到家里 窗口连一盏洞都没有 会有的 一定会有